现在开始上课 上节课我们讲到 清热去世这一节里边的当归年痛堂 这下面的方呢是二妙伞 二妙伞是一个基础方 是属于二类方 二类方 二妙伞呢 它有苍珠狂斑两围要组成 是一基本的配物组合 它针对了湿热下注这个症候 这个湿热下注啊 可以导致很多方面的这个病变 我们这个组织里呢 涉及到这样一些方面 湿热避震 湿热避震 由于湿热下注导致的湿热避震 都属于下部 脚啊 膝啊 怀关节了 这方面呢 红肿疼痛 筋骨疼痛了 同时又湿热下注形成了 有红肿疼痛 湿热可以引起伪症 伪症 导致两脚微软 包括一些 有一种温厚余症啊 这些微软当中也有这种湿热型的 湿热伪症 因为湿热下注呢 在腹科方面 可以造成湿热带下 带下 黄稠 腥臭 啊 这湿热带下 湿热下注在皮肤科方面 也可以形成下部的湿疹 湿疹湿疹 湿疹湿疹 它这个 这些病呢 虽然说 是这个病种不同 但从病基来说 都以湿热下注为基础 湿热下注为基础 所以它这个舌胎黄粒 反映了 湿热的一些 舌相上的共性 这个是 谈到二妙伞的 主政的 病基分析 这二妙伞呢 它在制法 针对湿热制法上 它策重在 清热造势的方法 我们前面谈到 在整个清热去世 这一章里边 绝大多数的方呢 以清热力士为主的 这个方 和前面所讲 王氏连扑影呢 突出造势问题 尤其这个方 它作为二妙伞呢 是以造势为主的 这方以黄白的清热造势 作为军药 因为这两位要呢 黄白苦寒 昌珠呢 偏于心苦温 所以以黄白呢 清热造势 作为军药 昌珠呢 它能增强这个造势作用 同时能够健脾 能够健脾 湿血 产生 往往呢 和匹事健运有关 这个方里呢 要影子还用僵制 用僵制 用僵制呢 能够使 整个 这个方 清热造势 同时呢 僵制 也能够 它有心善 能舒畅气机 也能够 有一定的善水作用 这是个基础方 当然很少 就用这两位要 往往作为 一个小的组合 配合在其他的 相应方剂之中 临床的辩证要点呢 都属于下部 湿液下注引起的 周期肿痛 小便短次 舌苔黄逆 这是它最基本的一些 临床表现 辩证的基本依据 在临床运用当中呢 要针对 湿液下注发生的 不同病种呢 加减不同的药物 比如 湿液伪症 多加 这 去丰 圣诗 去丰 圣诗 除壁的 西线草啊 木瓜啦 杯线啊 这个 针对 湿液 伪症 湿液 角气呢 以 以人 木瓜 冰冷 和这个方结合 就要使用 针对 湿液 角气 下部 湿窗 湿疹 可以加土 芙苓 吃小豆 增加 力尸 解毒 在妇房里呢 有个寺庙丸 现在临床呢 一般寺庙丸 运用呢 要多一些 因为 二庙散里边 加上 传牛蜥和蚁仁以后 就成了寺庙丸 加药以后的变化呢 在 力尸方面增强了 牛蜥呢 可以 活血 通经疏落 所以 清热 力尸 苏精 撞骨 这个力量增强了 这个力量增强了 它可以 用来 资料 湿液的伪症 当然也 常配与 资料 湿液避症 两脚麻木 微软 肿痛啊 由湿液下注 导致的 二秒闪 变成四秒丸 四秒丸 这个 适应性 更强一些 更强一些 这是 这个 二秒闪 这张方啊 它是 治疗 尸下注 以造势 为主的 一个基础方 一个基础方 我们就做一些 重点提示了 去世纪的第二节 我们讨论完了 讨论完了 当然很大一部分呢 是一类方 包括阴尘浩汤 八正陕 三人汤 甘露消毒丹 那这些都是 一类方 重点方 其他一些 二类方呢 包括连破影 包括这个 当归年痛堂 二妙闪 我们都做了一些 重点提示 下面一节呢 是立水胜湿 立水胜湿 这立小便 给水湿 从立小便 给条出路 这个方法 是在 致湿病当中呢 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致湿不立小便 非其自也 所以 这就以立小便为主的 立小便为主的 治疗施病 一些名方呢 就放在这个 这一节里面 立水胜湿法 实用的病症呢 水是庸胜的水肿吸血 灵着浓壁 这些病 所以这类病症啊 共同特点 水是庸胜 水是庸质比较重 反映在 水是庸胜 泛滥体表 才能水肿 水是庸肆 下皱肠间 形成细腺 水是 组织在下胶 影响旁观气化 导致小便灵着 严重的可以 浓壁不通 都是水是影响 气化所造成 配物药呢 以沥水 胜湿药为主 考虑到呢 水是之所以庸质 往往跟 脾不运是有关 是要 同时配用健脾药 而且水液的庸质啊 不得气化 也有和 阳气不足 本能化气 这个有关 而沥水药的使用呢 以沥水为主 这种方法 要考虑到 不要伤阴 所以呢 也要配 温阳化气药 或者养阴药 这就 这类方技的 一个 基本配物 特点 下面我们讨论 第一张方 武林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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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名方 是商汉论上 一张代表方 这个组织 之后呢 武林陕 组织了 膨胀气化 不利的 虚水症 这是他 组织的 一个 重要方面 那原来 在商汉论 提到的 虚水症的造成啊 他是由 太阳表邪 未解 商汉的 商汉 含血 风含之血 侵犯人体体表 那并邪呢 叫由表入理 由表入理 表证 没有得到 很好彻底的解除呢 他可以 寻金传辅 顺太阳经脉 进入太阳之辅 太阳之辅呢 就是 膀胱 那外泄 入理过程当中啊 往往会化热 一定程度的化热 那传到膀胱呢 膀胱水辅 本身是 膀胱者 周都之观 金业场面 气化 只能处以 储藏金业 那和 外泄 入理 寻金 船腐 滋热 相合 就称水热 互结 这里的水热 互结呢 这个水 主要是 气化不力 造成 热呢 程度不重 所以也 虽叫水热 互结 但主要强调了 气化不力 虽水的标志呢 是小便不利 小便不利 水 水虚 膀胱 不得出路 往往可以 有 小腹 少腹呢 有满脏的感觉 所以 五零散症的 临床表现 第一个 是虚水症 由于它表邪 未解 寻金 这个入理 寻金船腐 如果表邪 还没有解的话呢 还可以头痛 发热 微微头痛 发热 这里表证 可以微有表证 如果是全部入理的呢 可以没有表证 用这个方呢 外邪 全部入理 或者 表现还在 这有没有表现 都可以使用 关键在你灵活应用 水虚膀胱的特点呢 是小便不利 表现在小便不利 上面讲的这个是虚水症 五零散症呢 临床表现呢 可以比较复杂 除了虚水症之外呢 这个传统上啊 这个方法擅长治疗 水逆症 什么叫水逆症呢 水虚的下胶膀胱 细化不利 水不能正常的不散 水不能正常不散 那会造成呢 某些地方啊 缺乏 经验乳润 产生 水虚下胶 反而上部呢 口渴 口渴像喝水 但是呢 水入戒兔 水入戒兔 因为下胶本身有虚水了 有虚水 下小便不利 不得出路 水气上腻呢 造成了水入戒兔 所以它这个既有虚水症 又有水路 可于饮水 水路戒兔 这种叫水逆症 水逆症 这个这里呢 要说明了 武林散症 这个虚水症啊 这虚水症三个字 是武林散症的一个 专有名词 专有名词 这个水逆症呢 也是指对武林散症 这个可于饮水 水路戒兔 这个专有的 因为虚水和虚水症不同 虚水可以在各种病症当中 水是停留在某个局部呢 都可以叫它虚水 但你当提到虚水症 那必然是指的武林散症 必然是指的武林散症 就像我们前面在离血记 活血区域这里边 讲到的这个 陶和存气汤症 陶和存气汤症呢 我们把它叫虚水症 外邪 肉里化热 寻金传福到膀胱 热和血界造成虚水症 那虚水呢 叫淤血 停留在某个局部都可以叫虚水 但叫虚水症呢 那就专止的陶和存气汤症 这个武林散症 所说的虚水症也是这样 你提到虚水症 那就是专止的武林散症 那就是专止的武林散症 里边可以淫水 水都解脱这个症后 那这个因为一般的水泥 水气上泥呢 水是停留在 比如说以后我们讲到 林归主观汤停在中焦 它也可以引起水气上泥 这里呢 水是停虚的膀胱在下跤 造成了水气上泥 水气上泥 而这种水气上泥的表现 还除了可以引水水流戒透之外呢 还可以反映在下面所讲的 吐延末头旋 吐延末头旋 短气而克 都是水气下 叫水逆向上 水逆向上 可引起吐延末 这个克吐延末了 一阵阵水气上泥头旋了 水气上泥 旗下动机 这水气下 叫水气要泛滥了 以水泥的形式出现 旗下 注意这个部位是下跤 旗下水气上泥呢 造成动机 激动不止了 吐延末而头旋 也是水气上泥所造成 水气上泥 上干青羊头旋 水气上泥可以克吐延末 短气而克 水泼上胶 水气上泥呢 可以短气而克 水泄泛滥呢 也可以造成水肿细腺 水泄泛滥 翻译体表为水肿 水肿常见 成细腺 这都是一种水虚下跤以后 水血 泛动以后的各种可能性表现 各种可能性表现 所以对于这个五菱散的组织 看起来比较复杂了 要把握它的病机呢 那就是说 它这种膀胱气化不利 造成水虚下跤 水虚下跤 是个基本的病机 水虚下跤之后 它的主阵呢 小便不利了 如果小便密 小便利的话呢 水先有出路 就不会蓄于下跤 不会上利了 那个由于停虚下跤呢 水血上溺泛滥 就出现这么多可能性的变化 这是五菱散症的 这个组织症候的病机分析 组织症候病机分析 从这个分析来看 非常重要的是 是膀胱气化不利 同时呢 一个水气上溺 水气上溺 这个方理呢 体现了 沥水盛湿和 温阳化气相结合 沥水盛湿 就是说水虚下跤 水血程度较重 所以要 用脚 这个集中的 沥水盛湿的药物 自其标 解决它当务自己了 温阳化气是考虑到 之所以水血停虚下跤 由于小便不利 小便不利 由于膀胱气化不利 所以实际上呢 这个方程内阴来讲呢 这个体质 往往还有 脾式渐韵 还有阳气啊 不足 不能温化 这个内阴 还有这个原因 这个基础 所以这个 五陵散 体现的功用 或者说制法呢 是沥水盛湿 和温阳化气的 相结合 沥水盛湿 和温阳化气的 一个相结合 这个方理啊 哪个要是军药呢 可以说 历来的争论 讨论很多 这个 五陵散 有的呢 说这个方理 摘泄为军 这个说的比较多 包括一中金战和 我们好几本教材 也有呢 以佛林为军 当然也有些教材呢 九部地区教材 以白猪为军 也有说到 以贵子为军的 因为它温阳化气了 在这里我们认为呢 五陵散里边 用量最大的药 是折屑 用量最大的药 是折屑 而且全方的功用呢 突出在沥水盛湿 全方功用 突出在沥水盛湿 折屑偏寒 因为这个正合形成呢 既有阳不化气的一面 又有水热互结的 这个标准 水热互结的标准 所以呢 折屑可以作为军药 自标 全方 去世 逆水盛湿 自标为主 它用量最大 用折屑呢 起到逆水盛湿 排除血水 解决小缘不利 用朱林福林 这个二林呢 来协助折屑 盛湿 逆水 朱林福林 都有较好的 盛湿逆水 作用 和折屑联用 那也是 这个 后世经常模仿使用的 逆水的一个 基本结构 逆水基本结构 但是福林呢 它本身还有健脾 逆中 福林和白猪相配 是健脾去湿的 所以 治本 缓治法 健脾去湿的 常用组合 常用组合 这前面我们 像食菌子汤这些里边呢 遇到很多 这类的一个结构 那白猪这个药呢 健脾造势 所以治本 考虑到水势形成呢 都和脾不健运 有一定关系 所以呢 健脾造势 白猪和贵脂相配呢 又是 这个温阳健脾的一种 基本结构 温阳气 化精液 健脾运 造脾失 这种基本结构 这贵脂在这个方里呢 虽然是左药 它要起到 两个作用 一个有表斜的情况下 贵脂能够解表 从这个方 原来是 外感 伤寒了 外感 寒邪 有表如理 行精传辅 所以前面提到 那有可能表证还未解 还有一定表证的时候 贵脂能够发散 寒邪 能够解表 同时贵脂呢 能够温阳化气 温阳化气呢 有助于温化水势 温化水势 第三个方面呢 贵脂还可以 平冲降溺 特别是贵脂和佛邻同用 擅长于治疗水气上溺 擅长于治疗水气的上溺 佛邻这个药 下可以诞生逆水 同时呢 它擅长于平水气的上溺 贵脂呢 也擅长于平冲 但是它和佛邻相配以后呢 针对水气上溺 这个作用的更好 这是一种 常用的配污组合了 这样这五味药相配 以沥水胜湿为主 兼顾了温阳化气质本 同时呢 还有较好的 平冲降溺 这种治疗水泥症 也较好的平冲降溺作用 在临床应用呢 五菱散是个 很好的 沥水盛湿 温阳化气 这是要水序下交代 一张常用方 基础方 它还是带有基础方特点 它包含了里面很多 常用的配物组合 譬如这些树林的组合 树林佛林的组合 和这个方林 譬如说这个佛林白株的组合 桂枝白株的组合 桂枝佛林的组合 都是后世呢 常常根据张中景用方 启发以后呢 形成的一种配物 常用配物组合 在临床应用当中 辩证的要点呢 小辩不利 是第一位 小辩不利 是胎白 脉伏和缓 这个呢 反映了 胎白 是整个症 偏寒 偏阳气不足 脉伏呢 可以有表证 可以有表证 如果脉缓呢 那反映出 阳气不足 水不化气 阳气不足 所以有没有表证 这个方都能用 如果有表证 桂枝量可以增大 这个 在临床应用当中呢 这个方随证加减呢 随证加减呢 如果用于水肿 水肿又兼表证的 可以和月脾汤合起来 使用 月脾汤呢 本身是用麻黄石膏相配 我们在前面的 麻性石干汤后面 这个腹方里有月脾汤 那是治疗风水症 风水症 外血化热 银气废气 宣江石糖 水道不通 泛滥成风水 那配了武林散呢 那实际上 宣费行水方法 和利水盛失方法的 像结合 宣费行水 同时还能够结表 还能结表 利水盛失呢 需要水肿力量较大 费为水质上缘了 我们经常说 费为水质上缘 那通过宣费来行水 是开源来导流 而这个武林散呢 本身利水力量较强 和月脾汤相合以后 应该说 开源导流 像结合 宣费行水 利水盛失 力量都较强 所以治疗水肿 而且兼有一定表证的呢 用武林散和月脾汤 相结合 那效果较好 如果说水肿 水是很优胜 水肿 水血很重 有时候肿的皮肤发亮 要增加这种 利水作用呢 还可以用武林散和五皮散 相结合 五皮散在后面 武林散这个 这一节的后面 最后一个方 五皮散 也有较好的 在利水 结合行气 诞生利水和行气 相结合的方法 增加了全方的 利水肿失作用 如果用于细蟹 这个方也常用于细蟹 本身白猪就可以健脾 白猪腐灵 常用于健脾 通过健脾去尸 来达到止蟹的目的 那细蟹偏任呢 因为存用像五零散 这些蟹呢 它是通过利小变 与十大变 同时结合 健脾厨师来止蟹 如果细蟹偏热的呢 那五零散的柜子 性温就不适合了 五零散去掉柜子 叫四零散 那利水力量 还是利水健脾 这力量保持着 加车前子木通 增加利水力量 通过利小变 十大变 车前子木通呢 本身还是含性 有轻热作用 那适合运用于细蟹 又偏于热症的 细蟹又偏于热症的 这是这个五零散的一个 临床应用 随正加减的情况 这个方呢 机场用方 单独使用 临床也有 但是也可以和其他方 何方 或者加减使用 作为一个 这个 或方的一部分 所以也是一种 制法的一种基础 它有一种 温阳健脾和 沥水胜湿 这个制法相结合 以沥水胜湿为主 来治疗水胜病变的 在临床应用呢 很宽 范围很宽 也是一个 人们很喜欢的常用方 驱出水湿力量呢 也较大 当然 还侧重是一种 阳不化气啊 气化不利 阳气不足的 这个 这个圆方呢 比较适应 比较适应 在副方方面呢 有个教材上提到 魏灵湯 魏灵湯是个常用方 我们说五零散 还包括平卫散 这都有基础方特点 魏灵湯是用 这两个基础方合并的 魏灵湯组成 主要是五零散 加平卫散 用少量一点酥脂啊 乌霉呢 煎汤再送这两个药 送辅 这个 当然这个 运用当中 如果治疗这个细蟹 它主要用于 属世细蟹了 这还不好 可以用木香杀人啊 摆住丁香这一类的 增加这种化湿 健脾 化湿健脾这类作用 这个魏灵湯的一个作用呢 主要是去湿 合胃 行其沥水 它组织呢 夏秋之间 夏秋之间很多 它是这个水失脚 脚重啊 容易伤失了 脾胃 如果受到寒失之气 那伤了脾胃 湿走常间 水固不分 细蟹如水 也就是说水蟹 细蟹水分较多 十足较重的 这一类 以细蟹为主 魏灵湯用于细蟹为主 同时呢 也能用于水失泛滥引起的水种 如果水种复杂 一般都小便不利 小便不得出路 水是不得出路了 而魏灵湯在临床 用于细蟹呢 更多 更多 用于这个水种呢 也可以使用了 当然还可以配合这个 水种形成的 一个根本原因呢 这个加减运用 用于细蟹 水蟹呢 这是个组织当中 这个最常用 最主要的方法 因为它这个功用啊 以沥水 沥小便 可以十大便 这也终于对于 一些些一种 制法 以沥水 沥水同时呢 这五零山里边 有沥水的药物了 那瓶尾山里边呢 它有一种造势合胃的 造势合胃 同时其中后扑之一 也有行气作用 所以两个方 结合以后呢 体现了去湿河位 行气沥水相结合 既恢复啊 脾胃的这个功能 又去除水鞋 去除水鞋 达到秩序线的这个目的 这是个常用方 这是我们讲到这个 五零山了 第二个方呢 株林堂 五零山和株林堂呢 是一对 都是治疗水虚下胶的 都是治疗水虚下胶的 可以比较的学习 通过比较的学习 来掌握这两个方的 运用特点 株林堂也是 沙寒论上的方 从主治症后的病机来看 说它水热护结症 它仍然水虚下胶 但是呢 它比较突出的 是水热护结 水热护结 五零山症 它病机呢 水虚下胶 影响膨胱 气化不利 这两个有区别 从株林堂症形成原因 伤寒论上呢 提到伤寒 伤寒这些表邪 由表入理 育而化热 伤寒下胶 和水相搏结 形成水的护结 但由寒写 入理化热当中 热相只要显著 就产生热伤阴经的特点 热伤阴经的特点 所以啊 朱林堂五零山 在病机分析上呢 有这样一个显著区别 就外邪入理之后呢 朱林堂症化热明显 造成水热护结 而且这个水热呢 这个热血 还有明显的伤阴的特点 五零山症呢 外邪寒经 传服 影响膨胱气化 导致膨胱气化不利 而且从体质特点 这类病人本身有一种 脾胃阳气不足 水不化气了 不能温氧化气 有这个 这方面 这个脾食渐韵啊 阳不化气啊 有一些这方面虚弱的基础 这是和朱林堂症 不同的方面 所以临床表现呢 两个方都可以有小便不利 为什么呢 下焦 水须下焦气化不利 都会有小便不利 如果小便利了 水都不会须下焦了 但朱林堂症呢 由于陆里所化之热 塑上阴晶 所以它有比较明显的发热 首先 陆里发热又发热 塑上阴晶呢 可有口可欲言 有口可要喝水 这个和武林散症不同 口可 当然一般喝水 有一小便不利 喝水也不会多了 但是它不像是朱林堂 朱林堂症不像武林散症那样 可以云水水落戒兔啊 热脑心神是指的 热血不但伤音 还老乱心神 所以产生心烦失眠 这些组织 心烦失眠 热相明显 这水戒下降呢 也会引起泛滥 水戒泛滥呢 影响 这水戒泛肺 可以咳嗽 水戒泛胃呢 恶心呕吐 偶恶 水走常见呢 也能引起下力 所以它也有水势泛滥特点 这个舌相 脉相呢 这两个方也不同 朱林堂症呢 由于它有热 外居如理化热 它明显有热 而且伤筋 所以是胎呢 胎 食指可以红 根据热相的程度不同 胎可以白 或者呢 微黄 或者微黄 卖来那一般细硕 细硕的卖反应呢 既有热相 又有一定的阴伤 又有一定的阴伤 所以这是 这个 这个朱林堂症的一个 竹子症候的分析 竹子症候病急分析 归纳一下 朱林堂症的竹子症候 它是一种水热 互接在下交 有一定的阴伤 有一定的阴伤 不像武林陕 这样子 这种 膀胱气外不利 水虚下交 虚水症 有一定的阳气 阳不化气 那这两个字 比较明显不同 所以由于热相 明显 朱林堂症才会有发热 口壳 欲饮 心翻不眠 有这类一些热相 热相的表现 朱林堂症候的一个病急分析 朱林堂体现的一个功用呢 它还是沥水为主的 沥水为主的 沥水清热养阴 沥水清热养阴 这是和武林陕 功用不同 武林陕功用呢 也是以沥水为主的 但是呢 它有这个 温阳健脾中 温阳 通过温阳健脾来 增加水气的温阳化气 朱林堂呢 由于水流护结 热血明显 通知伤阴 所以沥水清热养阴相结合 沥水清热养阴呢 这是相结合的 这个方理啊 方语分析呢 朱林堂以朱林为君 朱林呢 偏寒 也以较好的沥水盛失作用 沥水盛失作用 朱林则却相配 经常用的一种组合 沥水生失啊 沥水力量较大 这个佛林 这方的也是成药 用它在这里呢 也是以沥水盛失为主 我们一看前面的三味药 三个沥水盛失 一小编为主的 三味药呢 和五菱散中间是一样的 一样的 而这个方理 左药的两味药呢 和五菱散里边 白猪 桂枝 都不一样 用的滑舌和阿胶 那还是要从 把握着病激特点呢 来理解 由于这个热血 朱林汤明显 它水热护解 华石呢 沥水清热力量较好 所以华石配在这个方理呢 全方增加了它的寒凉程度 寒凉清热的力量 清解水热护解 既沥水盛失 又能清泄热血 用阿胶呢 是考虑到水的护解 又有一定的伤阴 又有一定的伤阴 所以整个的 朱林 直线 佛林 三味沥水盛失 要结合了 华石的干寒 清润沥水 和阿胶的 滋阴血呢 全方体现 沥水清热 养阴相结合的方法 这是朱林汤的一个 方译分析 那整个这个方啊 它的配物特点呢 虽然沥水力很强 比五零散强得多 因为它要配了 华石进来 但沥水不伤阴 沥水要多了 孔其伤阴 配阿胶之后 达到沥水 不伤阴 这个作用 那滋阴药呢 这种水热 护节有热 滋阴药 会不会碍失呢 水失重啊 由于滋阴药 和这种 沥水药同优 嘛 滋阴又不会碍失 这是 这个方配物特点 它实际上 邪正兼顾了 邪正兼顾 沥水不伤阴 沥阴不碍失 全方仍然是以 沥水为主 坚固 轻热 养阴 坚固 轻热 养阴 当然这个方案 我们说 组织于水热 护节下胶 由于阿胶 在这个方里呢 有止血的作用 阿胶既能 滋阴阳血 又能止血 所以这个方案 又可以用于 水热 护节 在下胶 同时热血呢 受伤 膀胱 血弱 所造成的血淋症 血淋 或者尿血 血淋 小便不利 利用这个方案 可以沥水通灵 同时又清热 止血中 所以猪灵汤 不但用于 这个水热 护节下胶 小便不利 而且这个方案 还可以用于血淋 用于血淋 在沥水通灵的同时呢 兼有清热 止血的功效 关于猪灵汤 这个 临床运用呢 我们 下一节课 接着再 讨论 今天我们就 讨论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讨论